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就来到了Concord Bramwood 新一期的楼花项目 它是Oasis 之前跟大家拍过一条影片 分享过哈威夷的时候 现在就有了建设模特 或有更多的资料 所以就进来showroom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它的资料 我们首先讲一下它的地位 它是在Brandwood 如果不是太熟悉温哥华的朋友的话 Brandwood是Burnaby的两大市中心之一 Brandwood是在它北边 驾车距离大概是10-20分钟 它是一个很中心的位置 因为Brandwood本身已经有很多高楼 现在的发展是怎样呢 这些实识的全都是现有的Skytrain 所以它是直接可以接连到它下跌 亦可以去到其他地方 譬如Coclidum、Suri等等 未来会有什么发展呢 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些虚线的 Bcc Arbutus已经在兴建中2028年会落成 亦推出了未来会一路延伸到我们的大学UBC SFU就在另一边 就是近Burnaby Mountain上面 亦都有一条推出的Gandola会上去 一达几个站就去到了 另外Suri的发展也很厉害 我们也有其他楼馆片分享 未来也推出了一路会有延伸到Langley 所以Branderwood的后处是比较四通八麻 trips、Branderwood第一期四楼 前两栋今年会开 꿈 另外两栋明年会开刑 我们的新项目在它们后面一圈 这期会有三栋楼 两栋高向上 后面同一栋低 它们会在同一个座盐上建物 所以预计都会在同一个时间 大約在2026年的年底 thick 再完成了 除了这几栋是Concord的座位之外 这些是未来下一期 向着这个方向 向西北少少走过去5-7分钟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SkyChain站 Morlar Amazing Burnwood是在后面的 也有一个很近的Walking Distance 我们来看看这个建筑模式 其实它是整个社区建设 都是属于Concord community 有不同的旗数 就不仅是Oasis 我们先看看方向 我的后面这一边是向北的 所以SkyChain Low Heat Highway 都是在后方这边 大家看到这一条是SkyChain的轨道 实际上Brandwood的SkyChain站 就在这一边过去少少 我们现在向南看 新一期Oasis 就会在这四栋 已经快到今年和明年收楼的楼 向南边一个楼 大家看到这三栋 穿了灯的设计比较圆形 除了建筑的设计是圆形之外 下面也有很多圆形的设计 这一整颗都会在Oasis的三栋руг 整颗有三栋 两栋高升 1栋高升 5栋高升 West Tower就是我們現在會先賣的一棟建築 旁邊這棟是East Tower 矮小小45層樓高 後面北邊這棟叫North Tower 就是18層樓高 除了這幾棟建築之外 因為它沒有將其他建築 不是Connor的建築放在這裏 在這裏的後面這裏 還有一個20多層樓高的現樓在這裏 已經建好了 不屬於Connor的建築 是另一個發展商已經建好入住了的建築 大家可以有個參考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是Street Level Dawson Street 向南邊這裏是Future Park 這個公園亦是Connor會建的 預計是和第一棟West Tower同期落成 即是當你入住這棟建築時 你看前面這棟會是一個很漂亮的Green Space 我們看看這個建築裡面的Amenities 暫時所有的住宅都會由五樓開始 這些座位是二樓和三樓 主要是會所設施 例如Street Front的市場 市場和市場 旁邊有幾間Town House 但Town House就不會跟這期賣的 在三樓的平台找到什麼特別的設計 大家可以立即看到的 首先是Double Track的跑步徑 即是現在我們未知實際上 它的長度是多少米 但它是Double Running Track 除此之外 中間這一個 我當時在夏威夷看到 最開心的一塊東西 它是有一個類似 Sun Bathing Area 就是因為想做到 住在這裡 就好像去了resort生活一樣 可以下樓去曬太陽 它會有些Water Features在中間 旁邊可能會是一些San 人造沙 或者可能是一些石仔 就會放了一些類似沙灘 座椅 太陽傘 讓大家可以在那裡曬太陽休息一下 以及也可以走進入裡面的室內泳池 即是你又有水 也可以出來外面休息一下 如果太陽好 當然同一層裡面的Podium Level 都有其他的會所設施 全二、三層樓都會是會所設施 它還分為兩個地區 有一個地區就是一些community zone 就是所有Concord Burnwood 第一期正在建的 未來這一期是Oasis 還有下一期都可以分享的一些技巧 包括泳池、Sun Bathing、Yoga 也有一些是Oasis的用戶專享的設施 譬如說Fainless Center、Guard Suite、Pet Spa等等 包括外出也是 好像這裡是有雙環Double Track Double Ring Track 即是你跑步的時候 就不會太害怕和人迫在一起 現在和大家分享一下Oasis的Floor Plan 其實這棟樓 Weskawa樓高五十層 五到四十九樓 除了二十五樓之外 都會是同一隻Floor Play 一梯有九個單位 我們由最小的單位開始看起 方向告訴大家 這棟樓是圓圓的 北邊其實是這樣 這個是北邊 我們由一房開始看起 紅色這兩隻都是一房單位 小一點的五百六十呎 大一點的五百八十呎 大一點的五百八十呎 他們的特點還有就是露台空間 一個五百八十呎室內面 即是一房 其實它有一個二百八十呎室外空間 而且這個室外空間 有一個特點的意思是 它有一個Glass Panel 即是這個露台空間 就像Concour Metro Town 它可以把它關閉 然後可以有暖氣 大家可以用這個位置 例如開會 或者有朋友來都可以去玩 這個是一房單位 兩房單位就多些了 有五個兩房單位 藍綠色也是 他們的分別就是 藍色這三隻是比較小的兩房單位 是Only兩房 而綠色是有釘的 我們看看兩房單位 兩房單位我們看到 比較小的就是759呎 大一點的就是900呎 露台的空間都非常好 尤其是那個有367呎的露台空間 最後黃色的就是三房單位 每一層都有兩個三房單位 1053呎和1207呎室內面積 露台空間由200多呎到300多呎都有 大家如果見到 有一些是沒有顏色的露台空間 他們的意思就是 這些是沒有Glass Panel的 有一個Cover 但是沒有玻璃幕牆 也沒有暖氣在那個位置 這些全部是有一個Color的 這些露台空間都會有Glass Panel 可以有暖氣 其實所有的FloorPan 都已經在我的網站上面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我的網站 pericryte.com slash Oasis Oasis 就可以看完所有的FloorPan 我們可以去一個比較中低的樓層 譬如三十多樓的話 北邊的話 這個建築 因為它是屬於Congabera的後排藍邊 所以你會看到前面幾棟樓 但是中間都有空隙 你可以看到一些山景 我們慢慢轉去東邊 東邊開始會開闊一點 但是也會看到East Tower 因為East Tower也挺高 四十五層樓 這個東邊 現在開始就向南 東南向南 會是這個project的特點 因為基本上現在都很open 還有Journal會有green space 現在是南邊 開始慢慢靠近西南方 這些正方形的建築 是未來下一期的作品 向正西西北這一邊 也是暫時比較open 但這個都dependent我們的樓層 因為跟大家分享過的 它前面其實是有座二十多樓的建築 我們現在就進到Oasis的showroom 大家有沒有一些似曾相識的感覺 其實都是Concord發展商的作品 所以它採用了大量 Concord Metro Town那時候的設計 包括顏色也是一樣 這隻是Light Kramer的color scheme 淺色櫃櫃配黑色的桌面 還有back splash 現在大家看到它廚房設計的特點 首先第一是儲物空間 大多數是比較方便的 包括有很多這些櫃桶的組合 全部都是櫃桶 你推一推它就會彈出來 方便你的手很髒也可以 扔垃圾 還有在這邊拉出來 有些Lazy Susan 剛剛說完雪的手不夠力 Concord Metro那時候用的是Mila 今次Oasis會採用另一隻意大利牌子 而其他電器 例如洗碗碟機 洗衣機和乾衣機 都會用Bloomberg的牌子 洗碗碟機安裝在這裡 室內和室外空間的連接 會是Glass lighting door 都是大量大片的玻璃 客飯廳或者睡房出去 可以連接外面的露台 露台有什麼特點呢 它就是外面鋪了磚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很多其他樓 露台外面是石屎的 看上去沒那麼漂亮 除了下面鋪磚之外 還有有暖氣 暖氣是由你用電的 所以裡面管理費會包含冷暖氣 外面的地方 大家如果想用暖氣的話 就會是自己給電費的 除了剛才這些Glass lighting door 可以無縫地接合室內外空間之外 為了加大大家在室外 實際去用這個露台 它有做到玻璃幕牆的 這是一個實地的Preview 這些一片片的Glass 是可以拉的 它們中間可以留一個大或小的孔 去透氣 那是什麼孔 可以留一些 可以留一些間隙在這裡透氣 你也可以把某些地方 Fully Enclosed 最後呢 就會有一個Door 去鎖緊它們 具體如何操作呢 其實我之前有一條影片 詳細教過大家用 以及展示過去的示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那段影片 洗手間的話 它採用的磚都會是兩尺乘四尺的大磚 這些磚都會由底鋪到頂 浴缸的設計 它旁邊這裡都是鋪了磚塊的 然後有一個很長的Niche 長度可以搭配浴缸 或者如果你是其他房間 是Charles Doors 它都會搭配 就好像後面一樣 Gridul這款顏色 包括花灑頭和水龍頭 都會配上深灰色 紅色色的設計 顏色去搭配 包括地磚一樣 都是兩尺乘四尺的大磚 大家可以看到 Gridul是比較深色的 它是由一個淺色的countertop 去配一個深色的櫃面 也是一樣 有比較多的空間可以去放東西 然後包括洗手盆的底部 都會有一個可以拉出來的櫃筒 方便大家放東西 上面這個都會是Magicine Cabinet 然後呢 中間也會有一個Display櫃可以放東西 洗衣機的牌子 今次會更換了 是用德國的Dunberg牌子 就不再是Mila 如果可以 即是有一個Size by Size的位置 就可以做到Size by Size 洗衣機乾衣機 有個檯面 和上面都會有些closet 做好 粗略估計 我想大概都會是1300元 左右一尺 有機會再多些 一個一房的單位 大約都要是差幾萬起 然後兩房單位的話 正正純純十多樓 都要過一百萬 分分鐘八一萬 以及concord賣樓的時候 都會是車位和uniprice分開計 所以我剛才說的是uniprice 就未計車位 車位的價錢都未定 不過會全部都是EV電車車位 如果大家對Oasis這個項目有興趣 而你仍未登記的話 歡迎大家到我youtube影片下面 有一個link 你按了那個link Concord Burnwood Oasis 之後 你就會來到這個項目 登記之後 你就會接收到最新的訊息 你要去preview 或者怎樣的 其實都是要由登記了才行 因為Concord這邊 都會重視VIP和提前登記的客人 當你登記了之後 還有一個步驟要做 去年其實Mancho Town也是這樣 你會收到發展商 現在我們的銷售代表是Jernica 他會發一個電郵給你 叫你申請一個Street Preference 這個就沒有commitment 不是說叫你申請 你就一定要買一個單位 但你要做到這個步驟 我們才可以安排到 你進來的showroom那裡 你進去這個項目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下載這個桌子 你會看到整個桌子 你可以放大宿勢 以及你可以看到每一個 單位的桌子 然後除了這東西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觀看 你按觀看360到裡面 你可以看到 剛才我和大家在螢幕上分享的東西 不過我這裡做得慢一點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樓層 然後東南西北 之後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要選擇你的選擇 例如你喜歡看完之後 你想要Mid Level 17樓至36樓的Plan B2 你也可以加多個選擇 例如我高層的B2 你可以選擇 選擇了之後 我就會收到E-mail 然後你也會收到E-mail 當然這個選擇是隨時可以改的 你進來showroom 看完東西 或者和家人商量完之後 都可以再更改 有什麼問題的話 再通知我吧 Bye Bye 我是Gary 我是溫家華看 我看到Leo Let's go 不是你是Let's go 我是Gary 我是Gary